你好 你好 我一個問題要請教阿寶老師 好 你說 我水長有法的根油腺蟲 要用什麼來處理 根油腺蟲齁 水長有法的根油腺蟲 來我請教師去 阿寶老師給我回答一下 好 謝謝 這個部分對我們水長來說 水稻的根油腺蟲 即使有去沉醬 沉醬一般是有去沉醬 沉醬一種水裡它會拉一點 有一點結石的尾 這通常是這樣 學生的尾形是三成根油 這有可能 长到尾了有时候筋就较不较 一般来说在水调 因为它的筋太顺 所以肥温什么吸收就变成败 所以就硬硬硬硬 你看到它的香蕉有一颗黄 一颗车 一颗黄 一颗车 这种在水调里面出现 缺米的节奏 香蕉小香蕉 这种通常是 这个钓金流 这标识你的地应该是很刷 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地 要钓这种金流刷糖 尤其在水调的金流 来说是最多的一个酒 所以大叔是甘不介意这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油 比如说我们浸 可以稍微看就是说 刚才是不是说到这个 就是说这堆地如果是有这个金流 就是说水调有这个金流 我们可以用一些刷糖的油 比如说像这个米线丛这种东西 你现在已经已经有了 已经有我们就先用这种的一个做法 算是我们先用这个米线丛 先来给它做处理 所以说虽然不一定会对 但是这也是有这种的一个可能性 不是说没有 这确实是要 但是就是说一般的地方 这种就是要这个 德索都要较低的一个这个所在 就较容易来给它发生这种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比如说一些刷糖油 一般红红红本身就都有放一种的这个油 所以我们有当时就是说 在这个油来给它 压压这个分埔泥的这个粘质 这个分埔泥的这个粘质 这种呢 尤其是说 现在对到要来放都可以 还是这个叫做分泌松 分泌松这种东西 这也是可以 我们大概在用差不多是这几类的 是欧萨妹分埔泥分泌松 这类因为这是都种子传播 就是说它这个经济来给它团阅 这是更好 现在这个方法里面 如果有较少许 如果是更容易有这种的这个情形 我们在要保证情 就说我正经以前没得过 没得过这种的这个东西 对不 我就给它稍微读一下 像我买保证情 我们把它装一下 在堵水的时候呢 用这种塑 这种塑料呢 给它堵水队 这种塑水队的三型产摩尼亚 这种氨气呢 就会有这个沙虫的一个好格 这大概呢 我们是用这种的解决方式 来给它这个做处理 就可以监浇这种的解决问题 但是一般 这应该是很难看得到 最主要是 我们在这个 因为堵水 我们水在有一个时间 会把它水流更甜 尤其在面膏之前 就是说已经 都在面膏那些 我们水都会给它很熟 那时候水很穷重 所以这个不惜堵掉了 所以一般来说 它就比较容易 说有这种线虫 这个较容易把它控制掉了 所以这个线虫 这种东西呢 很麻烦 这种 它在缺点里面 它是在 可以用休眠状态 米在经济里面 米在米在它的种子 这是很神奇的这个东西 它可以去 在它的这个 这个策略里面 这个部分 包括它的一个种子 或者是说暂贴 等状态管理 这都可以米在那个地方 甚至呢 米一段很久的解决时间 所以你 现在已经 如果是已经捕下去 你就把它捏 捏一些一种 酸糖油 这通常都可以 在这方面 就有办法来 把它控制掉了 水酮很多 就比较容易 删成这种 这个白尖 这也是我们 很容易去看到的 这个问题 所以这大概 我们可以 稍微做一个 这个风筒 水酮的一个 这个部分 一般在台湾 是比较厉重 其他一个大区 可能会比较厉重 如果水酮呢 一般通常是 比较这部分 的困窍 这让你稍微知道一下 这大概 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工作 提供你做参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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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